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 似乎在鼓励一个人做事要反复思考 好像很谨慎的样子 但两千多年前 孔子却说 凡事不用多思考 想两次足矣 轮语讲了一个故事 纪文子三思而后行 子文之曰 再 是可以 纪文子是春秋鲁国的代夫 凡事都三思而后行 在鲁国执政的33年期间 扶走了三代君主 相当厉害 孔子听说他是一个三思而后行的人 但却说 再 是可以 言下之意是 凡事思考两次就够了 不要再反复思考了 为什么孔子建议大家不要反复思考呢 因为第一次的思考 是基于当下的心理倾向 基于之前的行为模式 驱使我们像现在这样 去想 去说 去做 比如说你今天有一笔钱 想买一辆跑车 你喜欢跑车的速度与激情 驰骋在无限速的高速公路上 只有风挡在车的前面 但后来你又想到 家里刚出生的小孩 以及年迈的长辈 所以就告诉自己 还是买一辆休旅车吧 以后可以带老婆和小孩去郊外玩 也可以在长辈去看病比较方便 当你想到这一点时 主意 因为第一次思考买跑车 是你的习性使然 第二次思考买休旅车 是你的理性使然 说到买跑车 这里分享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实业心理学系团队 找了200名18到70岁的男性受测者 要求他们完成线上测验 声称是要考验 购买不同产品时的记忆力 实际上是要操控他们的自我观感 以了解这些人对于各种日用品 或奢侈品的渴望程度 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论 英经越小的人 越渴望买跑车 所以你可以问问自己 还很想买跑车吗 我们回过头来言归正传 为什么孔子会把这件小事拿出来讲 而且他的后人也把这句话放入论语 我想可能是孔子发现 很多人在做决定时都辗转反侧 难以决断 字的圈律必有一失 如今我们都受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冲击 当我们在做决策时 很容易对他进行前后左右的反复试量 而每次试量都会建构在其一次思考的某些判断上 许多人对一件事的第一反应 是心智模式的习惯使然 第二个反应是最常见的 也是最直接的逻辑判断 如果一个人经常对一件事 一而再 再而三 乃至于三而四 四而五的反复思考 就会产生两个副作用 忘记初心 忘记行动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百分之百正确 完全思考清楚才去做事的可能呢 保持初心 一边做事 一边解决问题 一边改良 也许就足够了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对一件事过多的思考 要不要换工作 要不要把股票卖掉停损 要不要接受这个男朋友 要不要买这个包包 诸如此类的问题 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 对现代人来说 一定要学会快速决策 凡事都在考虑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后 迅速得出结论 这是在现代生活中 值得养成的心智模式 千万不要把能量损耗在 要不要做这件事 如果当时做了这件事会怎么样 如果当时不做这件事会怎么样 等无用的思考上 以前我也常常会为很多大事小事而烦恼 就是做不了决定 就算做了决定也会迟于不去做 很多公司组织也是这样 凡事一而不决 决而不推 其实只要决定了 做了 而且一直坚持改良 会发现这样做的结果 往往不会太差 再 思可以 凡事思考两遍就行了 不需要反复思量 这就是孔子给每个知识分子的忠告 如果你认同这样的观点 欢迎点赞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他们也能和老汤智慧书家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并订阅